車輪的車輪 車輪的車輪 首先就是它在一般道路上 穩定度也更好 這部車呢 設定的非常成功 乘坐的這個離不降低的好處 最合他的地方 也是有用來做這個 Hiho,我是Marco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就是 現在市場上討論度最高 熱度最猛烈的一台神車 也就是TOTA Corolla Cross 那TOTA在1966年推出 Corolla這個產品之後呢 Corolla就以一個非常迅猛的速度 在全世界都造成熱賣 那到現在為止 它已經是全世界銷量最好的車了 那Corolla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是只有四門房車了 不過隨著時代的演變 也開始增加了雙門跑車 五門旅行車 五門先輩車 以及我們今天看到的跨界SUV啦 也就是這輛Corolla Cross 那Corolla Cross呢 是國外汽車在台灣本地生產製造的 目前共推出了兩個動力六種車型 分別是汽油的安心豪華尊爵 以及油電版本的豪華尊爵旗艦 售價從76.5萬一直到98.5萬不等 相信可以讓不同預算 不同需求消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車型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便是 Corolla Cross 車系中最頂規的版本 也就是油電旗艦版 那很多人說Corolla Cross 看起來就像一個縮小版RAV4 沒錯 因為事實上Corolla Cross它的車身尺碼 都比同級對手要來的大一些喔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Corolla Cross它的設計語言 其實跟RAV4是非常的相像 像在車頭部分呢就可以看到這個 與RAV4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非翼格柵式的進氣吧 同時這個雙T型的設計語彙 也跟RAV4是一樣的喔 那再加上這個頭燈 嗯還是跟RAV4很像 除了是LED光源之外 還具備有自動遠光燈的設計 所以說整個車頭看起來 遠遠的看你就會覺得 欸這到底是一台RAV4還是一台Corolla Cross呢 那因為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油電旗艦版 所以呢下方的LED霧燈 也是油電旗艦版的專屬配備 那在車側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 休旅車款必備的這個 防刮的輪拱以及下護板啊 果然是很有越野的氣型喔 那當然啊 車頂上方也有 油電車款專屬的一個行李轎 同時你也可以在車燈 第一柱以及尾燈的部分呢 看到Corolla Cross的名牌喔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像是 高級車的一種設計方式啦 那當然啊車側部分 最重要就是這個前後雙C的線條 那雙C代表什麼意思呢 欸當然就是Corolla Cross 那這個雙C的這個線條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在 後窗的這個部分 就有一個車側的logo 其實這就是Corolla Cross 在設計上的一個巧思喔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18吋的雙色切削輪圈 這個也是油電旗艦版的專屬配備 在車尾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Corolla Cross的整體設計 其實還是非常的像RAWFO 那當然下方也有越野氣息 非常重的這種防刮材質的設計 整體看起來的質感是非常的棒喔 那Corolla Cross的油電旗艦版呢 也配備了一個同級車唯一的電動尾門喔 同時啊這個電動尾門還是腳踢感應式的 使用上真是非常的方便 根據原廠數據顯示呢 Corolla Cross的行李箱空間 在椅背沒有放倒的情況下 是487公升 其實這個數據啊 放在同級對手裡面 表現真的是非常的棒 後座也可以提供了64傾倒功能 來增加行李箱的容積擴充性 那當然啊後座空間 相信也是這個級距的消費者 非常在意的地方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啊 Corolla Cross它的腿部 有大概兩個半拳頭的距離喔 那頭部的部分呢 則是大概一個半拳頭 同時啊這個坐墊的長度 也是非常的長喔 換句話說 你坐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腿部的支撐性是蠻好的 人體工學也不錯 所以說啊這個空間表現 我認為已經是非常的足夠 那最重要的部分是 Corolla Cross它配置了有 中央扶手 以及後座的出扶口 後座椅背 還有兩段的角度調整喔 換句話說啊 後座的乘客坐在後面 其實它可以得到更多的功能 以及便利性 我認為都是非常棒的設計 那在介紹駕駛感受之前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 同樣是大家很關心的安全配備喔 那當然在現在的市場要求下喔 Corolla Cross它是全車系都配備了TSS 也就是TOTA Safety Sense這套系統 那包含什麼ACC啊 車道便宜輔助啊 盲點偵測 緊急煞車等等 Corolla Cross是通通有喔 同時油電旗艦盤還配置了 車系中專屬的PVM環景攝影系統 它的解析度打到了720P喔 這可是目前同級車的最高畫素 在使用性上是更加加分喔 那當然啊 Corolla Cross它的製造過程 也是採用最新的設備 最新的工法所打造出來的喔 像國內汽車啊 它之前就邀請了很多媒體 去製造線上參觀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到 國內汽車的相關製造設備啊 其實真的都是非常的先進喔 甚至有些標準啊 要求起來是比日本母廠還嚴格呢 那至於在內裝其他配備的部分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次的試駕車是採一個 全黑的一個內裝喔 但是其實Corolla Cross它還可以選擇 紅色的內裝 兩個內裝顏色有不同樣的調性 黑色的沉穩內斂 而且紅色的熱情大方 質感出色 就看你自己的喜歡去做選擇啦 那包含了恆溫空調啊 USB接口啊 以及TOYOTA現在進來主打的 TOYOTA DRIVE PLUS CONNECT 智能車載系統 也是Corolla Cross的標準配備啦 並且它配置了一個8吋的觸控螢幕 同時還配有Wi-Fi連線的功能 當然你也可以再選擇進一步的升級層 四驅主機 那功能性就會更強囉 那當然啦 油電旗艦版還配備 專屬的儀表版外圓的這個 鍍銀釋框 以及真皮包覆的方向盤還有排行頭 同時還有駕駛座 八項電條座椅 雨滴感應式雨刷 以及前艙的環景照明 這些都是油電旗艦版才有的配備喔 同時Corolla Cross也特別採用了五大項的 剛性強化工藝手法 來增加它的車體剛性喔 再加上很多特殊強度剛才的選用啦 再搭配國內汽車先進的製造過程 其實我認為Corolla Cross它的整體車身安全強度 已經絕對是同級車中數一數二的表現喔 那在動力的部分呢 Corolla Cross採用的動力系統 其實不管汽油還是油電 都跟Artis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在油電的部分呢 它的忠效最大馬力可以達到122p 但是我跟你講這不重要 真正正要的是它的平均油耗 根據能源局實上 有每公升21.9公里的水準喔 那這個數據呢 雖然比起Artis是要差了那麼一點點 但是放眼同級車裡面 哇塞 絕對是數一數二的佼佼者啊 同時呢駕駛油電車款 你還可以感受到 跟汽油車完全不同的 純電行駛的駕駛感受 所以我真的強烈建議 如果你的預算充裕的話 真的要直接考慮油電車型啦 那在操控的部分呢 現在有蠻多網友在說 Corolla Cross用的是扭力量不行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說 首先要在CUV這個級距裡面 哪怕國產車 即便是很多進口車 它採用的也都是扭力量喔 所以扭力量沒有什麼行不行 一切都是看你怎麼調啊 再來呢 其實這一次 核泰汽車以及國瑞汽車 為了Corolla Cross這個扭力量 可說下足了重本啊 它們不但將懸吊的幾何角度 進行了最式化的調整 可以有效的降低路面傳遞上來的 垂直衝擊力喔 同時呢它在接點的部分 還採用了大型化的橡膠撐墊喔 有效的提升緩衝阻振的效果喔 這個後扭力量的懸吊支架 也是重新設計的 一樣可以分曬並且吸收它的 縱向衝擊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它在後懸吊的部分 還增加一個抗扭區的平衡感喔 也就是俗稱的防傾桿啦 可以讓懸吊的抗扭區 以及防傾剛性 可以讓你得到一個進一步的提升喔 所以啊 當你坐在後座的時候 其實Coronan Coast 不會讓你覺得有什麼任何 很跳很不舒服的感覺喔 相反的啊 Coronan Coast的後座啊 我認為是比起很多同級對手 都還要來的舒服的喔 而在彎中的時候 雖然因為車體重心較高的關係 還是會出現一些不可避免的側傾 但是呢這些側傾的量啊 都是在你可預期 並且可以接受的範圍 開起來其實是不太會有什麼 搖頭晃腦的傳感啦 這一部分呢 真的是必須要說 TNGA底盤 確實有它的功力存在喔 那再加上 這一次Coronan Coast它的隔音 也是採用新世代的隔音降噪工程喔 所以啊 駕駛Coronan Coast的時候啊 其實整體的舒適性已經質感了 我認為都是非常好的 那在經過今天這樣一個完整的介紹之後啊 相信你對Coronan Coast已經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喔 那當然啊 我認為Coronan Coast它的產品競爭力 是非常的優秀喔 再加上核帶汽車 向來口碑優秀的服務品質 我相信TNGA Corolla Coast 絕對適合推薦給你 當作你人生中第一輛SUV 我是Marco 我今天影片就給大家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開啟訂閱小鈴鐺 並且到Carlink的FB粉絲頁按讚喔 我是Marc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議員 請議員 等待會兒 請請 感谢观看